1月26号,东孟飞扬中国科技馆科技冬奥主题展览在北京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参观体验 展览共设五个主题展区,结合5G、4K、VR等现代技术手段 为观众营造一个参与互动体验的科技冬奥冰雪世界 旁边这个展品呢,它的名字呢叫做向心而行 这个页面呢是水平的,如果旋转咱们的展品 有没有发现这个页面逐渐变成了U字形 我们的物体做圆中运动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离心的现象啊,会被甩出去 运动员也是啊,他在转弯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足够的向心力 他也会被甩出去,那这时候呢运动员他会怎么样 就跟我们这个短道速滑当中的这个经典动作一样 运动员会倾斜自己的身体,弥补一定的这个向心力的需要 整个第三展区呢,实际上它的名字叫做运动之秘 它都是通过这种可以互动的体验的科技馆类的展品 去告诉大家,我们的冰雪运动背后有哪些相关的原理 就比方说离心力啊,离心现象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 包括摩擦力啊,等等相关的物理的内容 在冰雪之魅展区,设置了多感官交互的体验式展品 展示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的内容规则 装备与运动员故事,让公众亲身体验冬奥项目 感受冰雪运动魅力 比方说滑冰啊,滑雪啊,雪车,雪橇啊 冬季两项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冰壶和冰球它都能体验到 比方说我们借助VR的设备啊,借助这种模拟的设备啊 让它就像进入到了我们赛场一样 就比方上冰壶,我们是搭建了一个仿真冰的小型的冰壶场地 然后像这个冬季两项呢,我们是模拟了冬季两项里面的动静转换过程 先滑雪,滑雪以后呢,再进行这个射击 然后去体验冰上运动,雪上运动的魅力 北京冬奥会是被科技创新成果装备起来的奥运盛会 展览的科技之力展区 解锁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超选黑科技 展示了一系列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 其中还包括部分尚未应用到冬奥会中的最新成果 我们知道呢,冬奥会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冰雪 但是它那个目前的一些自然冰雪啊 它具有一个易容化的一个问题 为此呢,我们就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冰雪材料 就是所谓的凌胶冰雪 这种凌胶冰雪呢,我们通过引入高分子网络 把水分子给锁住 这样呢,它在比较高的温度的情况下 比如常温下,那么它就可以呢 就是不会发生一个就是液体像水 这种液体它流淌的一个现象 就是整个世界上实际上我们也是第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材料的 冬奥会上还没有用 我们这个做的稍微有点晚了一些 我们当然希望它以后会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材料 据介绍,此次展览是在北京冬奥组委的指导下 由中国科技馆,联合首都体育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策划推出 金毕米pool 金毕越线 金毕 LET 小金毕丽